这个是我们米兰以带的特色小吃 芒果沾酱油 来尝一下 来吧 两叠同时 一起来吧 沾一点点就行是吧 对 沾一点点 尝尝是什么味道 甜和咸在一起 这两个酱油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一样的 没太吃出味儿的 我要多蘸一点 是不是有种甜甜咸咸的感觉 对 对 然后你们第二口再尝一下 再尝一下那个酱油的味道 因为刚才第一口你们可能尝一下是综合的味道 我就尝一下 第二口再尝一下酱油的味道 好好吃啊 也是沾了一下 也是沾了一下 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这种酱香 这种国化量灶的酱油它的酱油还更浓一些 第一口浓 对 为什么 因为它这种国化量灶的酱油至少是要晾晒一点以上 我们这片赛场 都要日晒夜入365天以上才会产出这种酱油 然后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鲜咸后有回甘有没有 有 就是有点回甘的这种感觉 就不厚 嗯 对吧 它要不说它也不咸 因为刚刚好 有豆香味 对 接下来也考大家的一个就是你们去超市要怎么挑选一瓶好酱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在我们的平线上面在我们平线上面有答案 嗯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配料表 它的配料表非常的简单 只有水 灰蒸基因黄豆小麦粉食用盐 哦 白砂糖 哦 没有任何的添加 我们看买任何的食品就是看它的配料表 嗯 有添加它就一定会标示出来 没有添加就是没有任何的标示 没有就是没有 它就只有五种原料 天然的原料 经过了刚才的体验 我先一吃这个酱油味 脑子里就是那个豆子从那个桶下来 然后咱们给它裹那个 对